如果省刑金的行贿事实 他的金流被通通罚刑署的话 那这些人可能就是 重罪处理 重罪就是十年以上 不是像现在柯文哲还五年以上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话直说的主讲任章有话 6月5号柯文哲进去 结果一个人快要出来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沈信金 因为沈信金年纪很大 他好像77岁了 77岁他有三高的问题 然后他又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柯文哲进去以后 大概他受了惊吓 所以他身体不适 赶快介乎就医 就是沈信金已经在9月5号这一天 他提出了抗告 那当天他又因为身体不适 在台北看守所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沈信金当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出去 重金交报在所不惜 因为毕竟威京集团 可以说是沈信金一个人打理的 那过去他的弟弟也曾经想叫我参与威京集团 但是我那个时候进届不明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这么说 小沈从年轻的时候就刺杀不明 他怎么接收中华工程公司的 事实上那个时候台湾的赵铁头 叫做赵耀东跟我讲的很多 跟我讲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从这一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 沈信金绝非善累 绝非善累 只不过他现在年纪比较大 他年纪比较大 他又有慢性病 那叫他坐牢 等于比杀了他还要痛苦 这个是沈信金 那第二个就是应小威 应小威现在也在找律师写抗告状 那第三个是彭正生 彭正生对于柯文哲是极度不满 在极度不满的状况之下 他认为他是受柯文哲所累 所以呢他也围起律师帝状 那第四位叫做吴顺明 那吴顺明他只不过 第一个他是误会 第二个他只不过是介入金华城的穿梭 那你第三个因为他本身是台北市政府的官员出身 所以对于这个案子是非常的熟 那他认为我只是拿钱办事 我又没出席法律 所以呢他也要抗告 况且吴顺明的身体也不好 这四个都在抗告 那偏偏9月6号8点10分 柯文哲的律师就到台北看守所见柯文哲 也要提抗告 那这五个人同时都提抗告 最晚的一个是柯文哲 柯文哲大概是要到9月7号 9月7号快的话是9月5号的晚上傍晚地装 慢的话就是9月7号 就是9月6号晚上到9月7号之间 这五个人分别都要抗告 那印证了柯文哲讲的一句话 他说财谈人肉刀叉 人肉刀叉是柯文哲讲的 那这五个人就是因为一个案子 现在五个人都要分批到高院去抗告 那高院会综合审理 还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 依照过去的惯例都是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来 因为每一个人涉案情节的情绪不太一样 那你抗告就要针对所不为北显提出的证据 你进行反驳 那进行反驳的话 就是沈青经行会 印小威是收会 吴顺明是穿梭 然后彭圣生是放行 那柯文哲是知情 所以我们看这五个人今天终于可以吃 人肉刀叉 用刀叉吃人肉 就是人肉叉烧包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五个人他同时收押 同时收押 我们可以讲 你既然同时收押的话 你对外已经不可能进行算证 况且北显现在也在进行侦办 他们会针对所谓北显所提出的理由 进行抗告 可以说了 高院会让你抗告一次 如果驳回的话就不得抗告 不得抗告的话 你在看守所的岁月 依据台湾的法律 两个月可以严压两个月 但是跟周典论一样的话 那就问遇 因为那你是那个重罪 我重罪我就可以积压 但是那个时候北显还要说明一个原因 那至于到了起诉的时候 就跟燦哥一样的东宫太子阿燦一样的 可以放出来那已经是47天了 那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案子就有无限的感慨了 台北市政府的官员事实上 没有老早 一而再再而三的上那个县城 给了相关官员 希望这个案子就弄到396 最多不得超过560 但是呢 是谁核准了840 为什么向上提升让他多了200多亿 多了200多亿 那各位可以看看 这个前进了谁的荷包 是不是图立财团或者是其他 现在不知道 因为北显正在侦办 但是我们可以说 柯文哲的进去 你也看得出来这个官商之间的勾结 是多么的严密 多么的绵密 那这中间究竟有哪一些事 是这五个人通通逃不掉 如果审刑金的行贿事实 他的金流被通通查清楚的话 那这些人可能就是 重罪处理 重罪就是10年以上 不是像现在柯文哲还5年以上 所以我们去看北院的裁定 积压书 各位就可以看看 你看台湾的法官 老是喜欢扮演什么恐怖学院的院长 为什么 他就说你这个图立影响社会声援 如果你要是我的话 那我马上反驳 反驳于经历依法处理 你超出法律以外的道德性审判 根本不应该在法院存在 可是各位去看 台湾很多的法院就喜欢用道德性的指责 那你告诉我 我道德性 我犯了什么罪 对社会影响上 那究竟有那个多大 那请你给我指出来 这个就是说 他一方面要对你人格不杀 另外一方面还要对你道德谴责 这不是法官应该做的事情 我经常讲 台湾的法官就是喜欢道德性的 就好比说 那我经常举了一个例 骂人下见是对的行为吗 可是那我骂的是调查局下见 他是一个机关 我没骂调查局的人下见 我说你怎么可以对阿扁通风报信 他就告我 结果法官就说那你骂人 注意像他讲的是骂人 我说我骂的是一个机构 我说他要告我不能告毁谤 他只能告我五路官署 可是官署是一个法人机构 所以从这一些我们看得出来 这个法官的新政 吕正业法官的新政 事实上他还是以道德为止 这也就是说这五个人 刀叉吃人肉 你想放都很难 但是 忍杂 这是什么 报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